这就是世间的全貌了 对于弗妮娜女士提出的真相描述 请问琳妮先生这边有想要反驳的内容吗 按照琳妮的说法 她进入地道后就从通风口离开了 琳妮去了存放浴室机核心的房间 这应该才是真实的情况 琳妮并没有参与到地道的混乱中 她只是在回来的时候目击了现场留下的痕迹 名侦探派谋有话要说 你是说 没错 正是因为琳妮不在魔术箱 也不在地下通道里 死者名为考威啊 是琳妮的助言 她能对道具动手脚 不会吧 你是认真的 琳妮那段时间都不在地道内 留给凶手的你 这个声音 说不定是源自凶手和失踪少女海尔西的冲突 死者名为考威尔 是琳妮的助言 她能对道具动手脚 那个钩绳并不是其他魔术的道具 而是某种触发装置 在海尔西进入魔术箱前 应该就被安置好了 我记得里面好像还有什么东西 又到了名侦探派谋发言的时间 那声音响并不是因为争斗 而是莉莉安受到惊吓 破门而出的声音 现在看来 花瓶里的水并不是用来隐藏水迹 而是在莉莉安与考威尔的争斗中不小心撞破的 莉莉安担心就这么离开会被认出来 于是换了衣服藏在地道里等待时机 不愧是经验丰富的小偷 猩猩 名侦探派谋时间 到底是谁呢 确实 这么想的话 最可能的还是马赛勒伯伯吧 那么威亚小姐 你想要指控的人是谁呢 那个人是 那就是卡布里埃商会的会长 马赛勒 根据雅克家人的证言 可以确定 他原本有在那天杀掉卡雷斯的想法 但是结果 幕后黑手早就料到会发生这种事 派出了另一个人 他先开枪杀死了雅克 转而想要再杀死卡雷斯 却被卡雷斯夺枪反杀 按发现场留有一堆衣物 警备队员曾认为 那是雅克用于隐藏身份的道具 但现在看来 那正是现场存在第三个人 并已经溶解的铁证 那天还是雨天 显然嫌疑人非常自信 能够用雨水隐藏溶解之人留下的水迹 幕后黑手将那个人溶解于水 顺势把罪责嫁回给卡雷斯 这才是事件的真相 应该是找到了最关键的证据 因为你就是瓦谢 马赛勒